爱的味道 爱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 时光尽头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明天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CN地产的李秘书发短信说 方总要晚点到 第一次见面 迟到啊 太没礼貌了 走了 别这样啊 人家假放 有点服务精神好不好 我贾方啊 对啊 对 你早点提醒过 谢谢你啊 谢谢金 别装算了 陶总 你觉得方总 这一次答应 跟咱们合作的机会大不大 肯约我们见面 就是给我们机会喽 但是你看 他现在迟到了 摆了个姿态 以后谈起来啊 估计有波折 我倒觉得只要他肯来 咱们就有机会 你想啊 龙泰集团 CN地产 这业界两大龙头 如果咱们能把合作 都拿下的话 那咱们的版图 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啊 也高兴得太早 这个CN的方总呢 喜欢用熟人 别人很难打进去 所以那么多年了 我跟他一直没有合作成功 那这一次要是成功的话呢 以后就是长期的固定的 还有那个龙泰集团 第一次涉足休闲产业 想要什么样的酒店 一直也不说 迈着关子 我估计竞争者 会头破血流地 拿出天马星空的方案 但是我对我的团队 相当地有信心 他们最近就这个项目 提出的几个方案 都在水平之上 好 孙老师出门 一个丁两 客气 送给你 谢谢 下次来真的啊 我们俩真是好有缘分啊 老师在有马桶的地方碰面 难怪老师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词 敬拟 些什么 没了 明镜 我不出你的 你到底是谁啊 我已经去健身房查过了 你根本就不是那里的教练 谁说我是教练 那你到底是谁嘛 干嘛 都有兴趣啊 我只是想反映一下你的服务态度 我这么好的服务态度 你还有一点啊 你看看你啊 肩膀松起 脖子紧绷 这虚张声势 你不累吗你 再见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 你还是谁 你还是想要带我 你想要带我 你 opened这顿眼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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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回来了 你每次都大包小包买这么多东西 太辛苦了 家里什么都有 反正就去一次超市嘛 我多买点就可以少买一点 妈问你正事 那你说 那天相亲去了怎么样 怎么样 姑娘满不满意 有没有再另外约啊 那天我不是去了吗 对对对 怎么样 我去了之后呢 就坐下来聊天 还有呢 但是聊着聊着 对方有事情就走了 然后就 就这样 好 就这样啊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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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哎 孩子 哎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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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来 怎么样 网络相亲 网络相亲 这什么 哎呀妈 别人都是互联网加金融 你倒好 互联网加相亲 哎呀 你真想得出来 还不是为了你 我现学的 现在婚介所啊 有个群每天都有很多的热门推荐 哎 哎 你看 这个文艺清新范 挺配你的 哎哎 喜欢吗 哎 那这个呢 哎 这个妈喜欢 哎 行了妈 你 你当挑白菜呢 啊 王子选妃子 哎呀 你在妈眼里啊 就是个王子 哎 你看看妈 又没要你娶她了 哦 真的蛮好的 哎 哎 哎 这个人气质好啊 真的挺不错的 好好好 特别特别特别 你看看妈 特别适合我爸 哎 你要提妈考虑考虑吗 哎 哎 真的 喂 不是什么 不是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现在才告诉我 哎 你等会儿等会儿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 怎么了怎么了 货交不了现在 哎呀 真的我我得赶紧走了 你怎么刚回来 哎 东西都没喝 哎 我还想跟你聊聊来 哎 那么多好姑娘 怎么样 躲过阿姨的逼婚了 我躲过了 多亏了你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请我吃顿饭吧 今天不行啊 今天你约好了 呃 我要去妙妙同学家里吃饭 哦 那就改天吧 你欠我一顿 我可记上了 好的 知道了 佟领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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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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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俊 你确定妙妙同学住这里 她给我发的地址是这里啊 爹 溅俊 妙妙 总先生您好 您好 郑蕾 您好 快进来吧 这个世界真的很小 我以前在住楼上 他现在来住楼上 好好好 我一看地址啊 真的吓我一跳 对对对 我们都已经搞错了 你看啊 我下午还约你吃饭呢 这就叫缘分 你躲都躲不了 对对对 缘分 缘分 来来来 欢迎妙妙啊 来 欢迎妙妙的老爸 欢迎 这位 爹地址 我们是一家 我们是一家 两个爸爸呀 那谁是妈妈呀 妈妈在加班 加班呢 那改天叫着一块来 我还没见过呢 我见过 上次 毛豆跟妙妙在学校打架 你没空 我就替你去了 那天妙妙的妈妈也在 毛豆 你还跟女孩子打架 她冤枉我 不过后来又握爽言和了 妙妙啊 那以后你们要等好朋友啊 大家别客气啊 快去快去快去嘛 好好好好 尝一尝我做的小菜啊 吃饭吃饭 来来来来 正给你多吃点啊 你尝尝这个 这个虾皮我姐拿手菜 特别好吃的 你先给妙妙 给妙妙 那妙妙也吃啊 我都快 觉得都好吃 大沫啊 这一沫很轻火的 不行不行 你得多吃点 多吃点啊 对还有那个豆腐 这个青植豆腐也特别好吃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小妞 你为什么 只给磊叔叔夹 不给我夹呀 你都那么胖了 你少吃的 好了好了 还有这个鱼 这个鱼清蒸鱼 特别的好吃 没关系我自己来吧 我我我自己来 可以了可以了 好吃这个豆腐 太多了 谢谢 索先生你吃啊 没有没有你也吃啊 还有这个鱼 这个鱼清蒸鱼 特别的好吃 没关系我自己来吧 我我我自己来 可以了可以了 不行 多吃点多吃点 来 什么努力啊 没工资加的 嗯 我发现你每天都会在不同的时间 回来加班 有时候九点 有时候又八点 有时候又十点的 最奇怪的是 你总是能知道 办公室什么时候会进空 嗯 你说个秘密啊 别说出去 其实我是个外星人 我有透视的 哦 真的啊 还有外星人呢 有一项高科技 他们的手机 可以跟公司的摄录机 连在一起 这样子就可以掌握 公司全部的动弹 你自己都编不下去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关注我的 你别想太多了 嗯 好吧 那一会儿你忙完了 我们去宵夜 嗯 不用了 我这儿还要忙呢 小冯总事长 嗯 我最近犯错误了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刻意和我疏远 你是故意的吧 陶总 你是我的恩人 我对你只有无比的感激和尊敬 但是我这次回到上海 是铁得心要好好奋斗的 我想给妹妹一个家 所以呢 可以和你走远是必须的 一方面呢 我现在在你手下工作 我不想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另一方面我想要考自己 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很多了 最重要的是 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 还有一方面 你讨厌我 你烦我了 我没那么说 那你就别把我赶出你的生活 小冯 我现在特别习惯你依赖我 我发现 我也开始依赖你了 陶总 这里是办公室 你对我讲这种话还是不太合适 特别合适 明天同事多的时候 我想再说一遍 陶然 你是我的恩人 你是我的哥哥 现在你又是我的领导 但我最确定的一点是 你不会是我的另一半 我现在非常确定的一点是 你会成为我的另一半 当然了 你现在 没心思想这个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等 你别等了 你等不到的 你应该找一个真正适合你 真正爱你的女人 干嘛呀 我已经找到了 非常非常的适合 你接着工作 我接着等你爱我 我接着等你爱我 她就 indirect了 我最要的 我只要你得到你的日子 已所以 你现在都在一旁 也在一旁 没想到 你会使你 还不过 我一旁 所以 要不要 我 都会 我 那是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不是也没走吗 我有一大堆合同要修改 我还签字呢 一时帮我走不了 再说了 老板都还没走 我哪敢走啊 老师 别太累了 奥斯顿我最倚重的就是你了 你要是累垮了 谁帮我挣钱啊 为你工作嘛 乐在其中 人除了工作呢 和应该有点其他乐趣 那你要不要留下来陪我享受一下 人生的乐趣啊 女强人学坏了 你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乐趣啊 是什么 今天一个客户送了我一瓶 法国波尔多的红酒 要不要一起试一下 好啊 一嘴紧清楚 你有什么仇啊 小萌 还在外头呢 要不要叫她一起加入 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啊 我走 你我擠了 你走 不是 你 你说 我 你说 小萌呢 回去了吧 喝那么快啊 吓掉了是吧 为什么我赶紧上头了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不忘了 有客户 我先走了 回头再陪你这个享受这个人生 好吧 不好意思 你来 唐然 敬你 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是吧 刚才 吓到你了吧 没有 还没有 手机都落下来 刚那个充电 得忘了 这么晚还让你送过来 麻烦你了 刚才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 别有太大压力啊 不会 刚才那个不是我了 月亮圆我变身了 反正以后 别拼了 月圆的时候离我圆点 再见 邹先生 喂 那个我手机忘带了 然后陶人给我送过来 这是我女儿淼淼 这是陶叔叔 陶叔叔好 你好 你好 真漂亮 好有气质哦 真的很像你 妹妹 今天呢 天气晚了 改天叔叔带你去游乐场玩 吃大餐 好不好 谢谢他 叔叔 真乖 好了 今天就不打搅了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小心点 走吧 妹妹 回来了 乱 手机一直可以忘记公司 就充电啊 然后急着回家就给忘了 这你也唠叨了 好 喂 高姐 聂小姐 真不好意思 我家 我家那口子她在 她在家里出事了 她爬上椅子拿东西 不小心摔下来了 她那老骨头哪进摔啊 我可得赶紧回去看看她了 这今天我就接不了妙妙了 那 那行吧 你回去吧 我自己想办法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好 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听听 如果要见妙妙 现在就得走了 小龙 怎么了 我可能要提早走了 哦 那孙副总问起来我怎么说呀 嗯 就说我家里有点事吧 又是家里有事 对 抱歉 我们之间工作又没交集 你不用跟我说抱歉 对 有事就赶紧走吧 我先走了 好 小龙又有事儿 人家家里事儿多呗 识识道理 他怎么家里总没有事儿啊 小龙又有事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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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抓住了吧 啊 那么早下班 干嘛啊 偷来 没有 高姐家里临时有事 在军也不接电话 我得赶紧去见面吧 才行 行 你赶紧去吧 嗯 喂 现在吗 行吧 我马上到 了 怎么了 库总要开会 让我先马上过去 完了 这下我也接不了妙妙了 你打给谁啊 郑雷啊 喂喂喂 别打别打别打 你看看 这么一个高大威猛调皮可爱的我 站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啊 我去接啊 你别闹了 不成 我还是得打给郑雷 我还答应妙妙请她吃饭呢 别忘了 喂 小房 喂 郑雷 你在哪儿 哦 我在昆山呢 见到客户 昆山啊 对啊 怎么了 哦 没事儿 那先这样吧 我先挂了啊 不是 喂喂 他去昆仑山干什么 盗墓啊 你就别拼了 还开玩笑呢 一切都是天意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回去开会 我去接妙妙 就这么定了 这样行吗 你放心吧 我没有做人贩子很久了 那拜托你了 没事 路上遮烟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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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女 还认识我吗 唐叔叔 记性真好 今天我来接你 开不开心 老师 开不开心 我阿姨家里有事情 本来小孟阿姨要来接你的 但是她有工作 所以只能逃出来了 那老爸来了 老爸 手机也打不通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但是你还开心 今天没人管你了 我带你出去先逛街 然后吃大餐 好吧 嗯 好了 天气冷 开吧 好嘞 你和妹妹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们吧 嗯 行 等我啊 预备 开始 你看老爸都不让我吃 嗯 要我帮你抠啊 嗯 各位 再来两碟薯条 好了 我们今天吃了够味 嗯 妙妙 来了 阿姨 麻烦你了 你见妙妙放学 你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 妙妙开心了 这聊什么呀 好处处帮我买的 你买太多了 将会把孩子宠坏的 你仔细看看 这些都是文具不是玩具 小孩子学习要用到的 那你现在就别买了 好了好了 从你工资里扣好吧 好 来来来 吃饭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下饱了 哦 你爱吃薯条的对吧 对啊 来来来我们继续比赛 好吗继续比赛 对吧 咱们吃肚肚 一分钟看谁吃肚肚 一倍 开始 那我都吃 嗯 不用跟他谜 那你还吃啊 还有两盆啊 嗯 淼淼啊 你注意谁怎么样啊 我喜欢了 哇 怎么那么多文具啊 哦 陶叔叔今天来接我下课 而且 他还买了很多文具给我 还请我们吃大餐 好好写啊 嗯 那你别写太晚啊 喂 今天怎么会是唐人去见妙妙的 嗯 高姐家临时有事 然后我找你又找不到 正脸他在昆山 肯定赶不回来 所以 找不到我 嗯 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啊 那你打了一次不通 你可以多打几次啊 我知道 但是我得 立马进会议室开会了 然后又 正好碰到陶然 他说他想帮忙 所以就 让他去接了 你去跟陶然说 不能花那么多钱 一直给小孩买那么多东西 叫他不会珍惜的 是啊 希望没有下一次 希望没有下一次 好 谢谢 老爸 这点东西我们去上英文课去啊 老爸 怎么了 英文课不好玩 嗯 不是你自己说 要上英文课了吗 我以为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 可是都没有 那你们上课都做什么 念课文被胆子 那可能你们那个补习班 比较注重单字 没有文法 可是一去就要考试 而且考完就马上改成绩 我上次只有考十分 分数没关系 老爸不经常跟你说了嘛 成绩一点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学的时候 学得开心啊 确实有进步那就好了 好 可是考十分是不是代表我很笨 英文很赖 来 老爸带你去个地方 可是要上课了 今天我们讨课去 真的吗 走了 明年了 我对我们的礼物 也不要交带我 还有趋努力 你找到我的 再发生一下 今天要不要好好吃喔 是啊 他们都说是全上海最好吃的那一家呢 真的哦 下次可以再去吗 好 还有冰淇淋呢 是不是 对啊 都好好吃哦 是吧 嗯 我拿钥匙 那冰淇淋还是三球的呢 算了 许子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今天做了好多菜啊 赶紧开动吧 你们一定饿了吧 怎么了 看我一下做了这么多菜 吓一条是吧 我吃不下 是 妹妹我刚刚下课的时候说有点饿 我们就去了吃了点东西 哦 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吃一点点的 顺便吧 可以了可以了啊 来来来来来 吃吧 小心点 一点点 你们怎么不吃啊 多少吃一点吧 吃 吃 我们先看看啊 吃点面吧 去吧 面面 吃吧 什么点啊 还有木耳 木耳是清肺的 吃点菜吧 别吃太多米饭了 吃一点木耳什么的 你可以吃点鸡呀 嗯 好 好吃吗 好吃吗 妙妙好吃吗 这些新菜吧 多吃一点 妙妙也可以吃肉啊 我要喝水 喝水啊 我给你们拿 喝水啊 妙妙 肚子是不是很痛啊 怎么搞的 妹妹 你还好吗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不用了 老爸 我给你看看你没有药 我给你吃一点 我会看到你没有药 放学之后 你带淼淼到底吃了什么 有 你吃了点东西 什么东西 就差不多那些 你们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干净啊 你是在上英文课之前带他去吃的 还是下课之后带他去吃的 还有 他上英文课的时候肚子疼吗 今天没上课 没上课 我在妹妹逃课了 要我们去吃东西吃 逃课 你真的带他去逃课 做学生的就应该去上课 这是天经地义的 哪有家长带着孩子去逃课的 你这么做 然后妙妙会觉得逃课这件事情没什么的 以后就会经常逃课啊 你是这样管教孩子的吗 逃课是不对 但是你给他安排那个英文课真的很没有意思 妙妙真的很不喜欢上 那我听他说了 那我心软了 佐宰俊 我知道 你教育孩子一向有你自己的一套 所以我一直都很尊重你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你把妙妙叫得很好 但有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也跟我商量商量 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你不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行啊 下次逃课我会告诉你了 你还想逃课 还有下次啊 没有 我以为你当了面包老爸之后 以前的那些毛病都收起来了 没想到你还这样 说吧 你带他吃了几家店啊 不记得了 好像两三家吧 两家还是三家 大概四五家吧 左载俊 三家 淼淼 肚子是不是还痛啊 怎么了 还疼啊 到时候还痛 要不淼淼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我不要去看医生 我要上学 我带她去吧 你该醒假了 如果看完医生 外面没什么事 我不送她上学 那行吧 那医生要说什么 你要赶紧告诉我 有什么状况 你给我发短信 行 来 书包给我吧 来吧 走吧 路上注意安全 妙妙 把拉链拉上 昨天啊 老爸被你妈 唠叨了半天 刚刚要被医生骂了一顿 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我还不太判断你 是不是 可是我昨天好快乐哦 我也是啊 总之 觉得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所以等一下 我们是回家休息吗 可是我想去学校 这么喜欢上学 没事 没事 我跟赵老师请了假 回家吧 不要啊 我不想回家 我想去学校 真的要上学啊 那你能走吗 那我们打车去吧 哦 老爸背你 耶 老爸背我 来吧 哎呀 哇 哎呀 妹妹我真的长大了 越来越长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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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青春 等一等就过去 谁不是 写一写又怕起 只为心底 那句话冒不停 说我爱你 我爱你 啊 啊 啊 爱情像花火美丽 腾空了所有难题 手牵着你 我就不畏惧 原谅我挥霍人心 用过我所有力气 甜言蜜语 救火相续 爱情 是不归的旅行 旅行 是有你的风景 让我爱你 让你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